雪兰布特拉高原昨晚枪声大作 5名犯案累累的汉匪抗拒警方检举 双方爆发激烈枪战 最终匪徒不敌 执法人员全数被歼灭 警方的初步调查发现 这批凶徒是雪龙一带活跃抢劫的惯犯 而且是有组织性的犯罪团伙 伴随着枪声和呼喊声 古民在雪龙一带犯下超过50宗抢劫案的汉匪 昨晚大约11点30分 在雪州布特拉高原地区和警方猛烈交火 结果命丧枪口下 有16录 有6录 有9录 有6录 有7录 有6录 有6录 memang kumpulan ini dicari ataupun dijejak oleh pihak polis cuma setiap kali mereka pergi samun mereka menggunakan topeng dan sebagainya jadi pihak polis pengambil masa yang agak 雪州总警长拿督胡申 今天召开记者会披露 警方是透过指纹等线索 确定凶途身份 才发现汉匪来自犯案累累的目标组织 警方也在枪战现场 搅获两只手枪 数把短刀和铁锤 根据汇报 警方在案发地点发现一辆 行迹可疑的轿车后 试图截停检查 没想到嫌犯拒绝停车 还加大油门冲撞警车 企图逃离现场 在突围之际 甚至朝警员连开几枪 双方爆发警匪战 最终武兵年龄 介于25至30岁的汉匪 不敌警员枪法 当场遭到歼灭 马信社电视采访报道